大家好 我是雅玲老師 今天要教大家就是 幸運數字銀式 首先我們把銀黏圖打開 然後放在保鮮膜上面做揉捏 將揉好的土放到料理紙上 大約切下1.5克的土 然後將其中一塊土呢 把它揉成小圓球 光滑的麵把它壓進模子裡面 壓的時候力道盡量均勻 然後填滿數字的模型裡面 多餘的土呢 我們就用這個刮刀把它刮除 刷一點點水 把背面順一順 把多餘的土呢擦乾淨 用吹風機把它烘乾 大約先吹5到10分鐘 那經過5到10分鐘之後呢 已經可以自然從模子裡面脫落 就可以開始來做修整 邊緣的毛邊可以用錯刀把它研磨 使用濕紙巾做擦拭 修整好之後呢 我們在墜紙的正上方 距離邊緣1到2mm的地方來鑽孔 然後使用1.5mm的鑽頭 鑽孔完成之後就可以燒成了 這邊我們使用電氣爐來燒成 800度燒5分鐘 如果在自己家裡面製作的時候 可以用瓦斯爐燒成 大概燒8到10分鐘 現在已經燒好了 我們可以把作品取出電氣爐 等作品冷卻之後呢 我們使用鋼刷 把銀上面的結晶把它刷除 一定要完全把結晶刷除 才能夠完整的跟硫磺做接觸 這邊我們準備了熱水 水的高度呢 可以蓋過作品的高度就可以了 硫磺滴大概1到2滴 然後把這個已經刷完結晶的作品 放進硫磺裡面 泡到全黑 之後呢把硫磺洗淨 再來就要用粗的600系數 沙子來做研磨 將作品浮出的地方 把它磨回銀色 凹陷的地方呢 就留著黑色的效果 研磨過之後呢 換1200的沙子來做研磨 這樣就完成囉